為提供台灣赴美留學生更多留學支援服務 EDS宣布於台灣成立全球第十二個TOEFL資源中心 EDS全球部門執行總結表示 學者專家也在會中建議 在大學或在高中裡面都應該做學術用的扎根的工作 透過產官學在學界這邊我們在推動國際人才教育會更順利 然後讓更多的學生透過這個合作讓大家出國去留學順利回來 EDS台灣區代表說明了托福資源中心的主要工作 托福這個考試到目前為止已經變成這個國際性的音域檢測的標準 托福資源中心有兩個很重要的事可以做 第一我們有了本地的服務 讓爸爸媽媽甚至阿公阿嬤都可以跟我們談談托福 或是他孫子兒子要去留學的事情 第二個我們會辦一些mini的留學展 邀請一些留學生來分享他們留學經驗 可以提升台灣學生海外留學的興趣跟風氣